Satisfaction 满足 Satisfaction 是满足 Containment 是非常不太一样 有一点不太一样 Satisfaction 可以是很多时候 你记得我们耶稣带着这些人吃饭的时候 OK 吃饱了没有啊 五饼二鱼 这些人怎么 Satisfy Right They are all satisfied 这什么意思 他们很满足 他们满足了 吃饱了 满足 所以这个Satisfy 比较浅的层面 大部分我们今天带你们去吃 吃到饱为止的那种 一个价钱吃到饱 啥都可以吃的那种 吃饱了没有啊 Yeah I'm satisfied 非常满足 通常也只吃饱了 所以这个层面大部分是肉体上的满足了 比如说各种欲望的满足 我对于钱的欲望 我满足了 我先生现在一年赚五千万呢 我这个非常满足 I'm satisfied 我想买什么包 买什么包 想买什么鞋 买什么鞋 I'm satisfied OK 好 这是satisfied的层面 OK 大部分satisfied指的是这个 OK 你现在住的是豪宅 豪车 你满不满足啊 你人生就是这种物欲的东西 比较是用satisfied contentment 指的是什么东西 contentment 指的是什么东西 contentment 指的是什么地方 一个人说 I'm content 这个content 这个content是什么意思 这个满足是吃饱了满足吗 还是什么 contentment是名词 content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contentment或者是content 它是指哪种满足 什么满足 心理的精神的 心理精神的层面 OK 这个很重要 它是有那种从里面满出来的那种感觉 很幸福的感觉 很知足的感觉 我现在过很简单的生活 我不一定是豪车豪房 但是我非常的满足 我安于我现在的这种生活 非常满意 这个叫做contentment OK so satisfied 一般都是指那种吃饱了喝足了 物欲上的东西 赚了很多钱 买了很多包 打扮得很漂亮 嫁了一个很帅的男人 something like that 这个是satisfied的成绩 但是contentment呢 如果一个人说 一个人嫁了一个男人 比如说这个太太嫁了一个男人 那么他跟他先生 你们的婚姻生活 你觉得你的家庭生活 如果他只是说 I'm satisfied I'm very satisfied 跟他说 I'm content 哪一个字号 content 好了 如果这个太太说 I'm satisfied 那表示这个先生 很能赚钱 可能各方面物欲上 都能满足他 是不是 这个叫 I'm satisfied 但是如果这个太太说 I'm content 那就是他跟他在一起 是很有这个心灵上的交流 是吧 然后是很有爱意的 你是这样 你听到这个字 你的感受是这样 他肯定是非常有幸福感的 这个叫 I'm content so content 跟contentment 跟satisfied 是不太一样的 层次 好 没有问题 没有了 老师 谢谢 好 所以在英文字里面 不同的动词 不同的形容词 描绘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表达不同的意思的 就插那一个字 一个说satisfied 我嫁给他satisfied 一个字说content OK 好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D老师 D老师 学英文 很cant content OK very good 我没有办法让你satisfied 因为这个没有钱赚 OK 但是呢 very content yes content 所以我们信上帝 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是content 对不对 very content 这就是为什么追求信仰的人 心灵生活的人 跟一般俗世的人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会问你 你信那个上帝有什么好处啊 上帝会给你什么好处 一个月给你 一个月给你两千块吗 你去教会有什么 他们会发钱吗 没有啊 我们没有这些 我们就是very content very content 老师 那个13节有resentment 我不大懂这个词 resentment OK resentment是什么意思 resentment 有没有人知道 resentment resentment是一个非常深的字 这个字很强烈 是那种愤恨 怨恨 这种通常都积累很久 而且可以恨很久的那种 如果你只是讨厌一个人 看完一场电影出来 你就烟消云散 就忘记了 那个不叫resentment resentment是在里面有怨气 很愤恨 这个叫resentment harbour这个字非常好用 OK 它是等于harbour是 名词是港口的意思 动词是它在里面已经怎么样 一个港湾停靠这个港湾 OK 所以叫harbour resentment OK harbour resentment OK 所以这种怨气 这种愤恨 都已经在他心里面停 等于是很久很久 所以他用一个积蓄 你就知道说这些事情在他心里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OK 很多人说太太要离婚 她说我告诉你 我对你的愤恨 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so harbour resentment 所以心中这个godless指的是the godless 是心中没有神的人 不敬钱的那些人 他们都是心里怀有怨恨的 harbour resentment harbour这个字很好用啊 有些人说什么 你我爱你至深啊 男女在在dating的时候啊 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你已经找 我已经停靠在你的港湾里面了 我的爱有没有 停靠在你的港湾里面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用harbour这个字 harbour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这上面这个 它不是个句子吧 the godless in heart harbour resentment 它没有那个动词是吧 这边 harbour就是动词 harbour 哦 这边就是harbour the godless in heart 哦 明白了 老师知道了 the godless 就像the rich the poor 什么什么样的人 那种人 他们就是这样 他们心里无神的那种 无神的人 人家不敬钱那种人 不敬钱的 对你可以翻译做不敬钱的人 Godless Godless可以是不敬钱的 或者是心里面没有神的人 好 谢谢老师 老师还有34章的第五节 这是昨天的 昨天 不知道您讲不讲这块 我有点不太理解 昨天我没参 有事了 就是这个34章第五节 but god denies me justice 为什么不用 denies my justice 就是这个34章第五节